原标题 他是脾气火爆的开国中将 曾和驻地县长大打出手 后报德美人归开国将帅中 有那么几个人以脾气火爆 性格直率著称 陶勇就要算一个 早在抗战时期 陶勇是一位 新四军的一个旅长 他就因为一件事和当地的两个县长 谈不拢而大打出手 陈老总得知此事之后 对陶勇一顿痛斥 不过那两个县长 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反而称赞陶勇性子直 此事也演变成一个故事流传下来 性子及对陶勇来说 也不全是坏事 因为他后来的妻子 就是被他的直率性格所吸引的 他的妻子名叫朱兰 本来说一个是深的女人 家境还算不错 但他的父亲因为支持当地的抗日游击队 惨遭日本鬼子杀害 为了报杀父之仇 朱兰加入了新四军 1941年4月 两人第一次见面 当时朱兰正在团部站岗 而陶勇刚刚搅和了一辆日军的摩托车 正威风的骑去团部 正好看到这个面容清秀的士兵 向自己问好 陶勇一听声音就感觉不对劲 这不是个女兵吗 就立刻把团长叫过来 生气的说 怎么能让女兵站岗 是三旅没人了吗 团长急忙把朱兰换了下去 但朱兰对他